记住啊 您去瞅瞅 有没有衣裳啥的 给姐夫找一趟 再帮姐夫烧点水啊 尿裤子了 让你开笑话了 姐夫 你别往心里去 尿裤子不算啥 屎拉裤子 才叫丢人哪 这个小舅子不能要了 珍珍啊 那啥 你能不能让她走远些呀 她在这儿 娘害怕 动弹不了 干不了活呀 小白 我们出去玩 小白一听 熬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这一声喉 把肇事等人 都下了一个屁股堆 珍珍爬上了 白老虎的背脊 小白冲啊 白老虎顿时 如意到白色的闪电 眨眼之间 就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珍珍 招式惊呼 她是想让珍珍 把白老虎叫走 没让珍珍跟着白老虎走啊 哎哎哎哎 哎呦 我瞅着这老虎跟珍珍好 没事啊 那可是头老虎啊 你看珍珍以前进山 都是找小白玩 以前都没事 现在肯定也没事 再说了 那老虎在我闺女面前 就跟小猫咪似 有啥好怕的 屈神医不知道 啥时候冒了出来 她回想着 小姑娘在山顶的表现 憨手道 嗯 珍珍有徒手 打死老虎的能力 管你个老毒子 啥事 老畜生 屈神医被元老二 对得善善的 她本就心怀愧疚 也就缩着脖子不说话 不过 她的话 倒是让赵氏的心情 给平静了下来 珍珍爹 你咋这么臭啊 屎拉裤兜了 看不不说不 嗨 她咋就摊上 这么个棒锤老婆呀 哎哎 金柱啊 水烧好了 一路往外找 不时能发现一具 黑衣人的尸体 不过 没有看见 狐狸精哥哥的尸体 珍珍想 狐狸精哥哥 应该是逃出去了 那就好 狐狸精哥哥 你要平平安安的 小白也熬了几声 小白 我们去捕猎去 珍珍怎么还不回来呀 珍珍爹 你去瞅一眼呢 你啊 珍珍 回来了 珍珍从小白身上跳下来 小白将鹿吐到了地上 珍珍拖着鹿腿 就跑到了赵氏 和元老二的身旁 你啊 我们去让让 珍珍爹 咱们珍珍 这是不是叫虎口多神啊 不愧是我元老二的闺女 就是这么厉害 就跟被白老虎 吓出屎尿来的人 都不是你啊 路角路边 你们可以卖给我 我出高价 徐神医趁机插嘴 他知道元家人爱财 但他也不能明着给 只能抓住这样的机会 他想感谢一二 你出多少 比医馆多一倍的价钱 等出了山 你手里别的药材 也可以卖给我 行吧 那就出山以后再给你 路荣跟路边 还是我来取吧 路血很不大 我看这头路也是财死套 你们可以试一试 能不能放些路血出来 吃完早饭之后 大家就收拾东西 准备出山